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高度发达的国家除了面临海平面上升这个问题外 还面临着一个比岛国下沉还可怕的事 那就是日本的人口问题 据日本劳动省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估算值显示 去年日本新生出人口数将仅为94.1万人 创下18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 且死亡人数估算值为134.4万人比上年增加3.6万人 这意味着日本今年人口将自然减少40.3万人 这也是该指标首次超过40万的 同时去年的新婚情侣数为60.7万对比上年减少1.4万对 平均来看日本去年每34秒就有一人出生 每23秒就有一人死亡 这份估算数据显示日本少子化现象很严重 人口正在加速减少 还有根据日本政府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年龄超过80岁的日本老人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 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日本社会无法回避的现代危机 再加上日本社会已经进入了低欲望社会 不只是反映在性问题上 而是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 如今日本的人口有1.26亿 估算到2060年 如果随着时间的流动 日本的人口每年都是递减的话 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 那么日本将面临的不仅是自然灾害 恐怕的是人都快没有了 到时候就算是举国搬迁 可能就都是一些老弱病残了 导致这样的原因还是因为日本这个岛国物价贵的离谱 所以日本现在的年轻人经受不住这样压力 多半是选择不结婚 生活压力的巨大 让很多年轻人甚至连女朋友都不愿意找 就算找到了也算窝居一般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